男子走到一家飲料店 突然開始跟老闆裝熟 像裝熟卻被當場打臉 但男子不思心 開始說出真正意圖 男子前門的撲梗 都是為了接下來這個請求 老闆行遞好拿出一千塊給男子 男子還留下自己的聯絡資料與方式 沒想到等老闆嘗試撥電話時 才發現這是空耗 他給的資料都是假的 所以台具報警 就是我們第一次被騙 真的很可惡 影片po上網網也怒批 連一千塊都要騙 很多民眾替老闆打抱不平 心情不好要到自己 不用人家要好心 蠻怪物的 所有騙人的行為 我不是一件好事情 把錢借出去的話 你就不要想著要把錢拿回來 事發在新竹香山 一家飲料店 男子先以熟客的方式 卸下老闆新房 又開始裝可憐博取同情 老闆才會一步步 掉入男子設下的陷阱 目前老闆也已經報警 希望能早日抓到男子 移送法辦 記者很蒙前 網民新竹采訪報道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